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应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防寒保暖 今天早上9点 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寒冷4级预警 为寒冷3级预警 未来几天 海南省将出现持续低温的天气过程 部分视线甚至会降至5摄氏度以下 来看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中国天气的官微制作发布了一个 全国洞窟的预警地图 最近是霸占了热搜 那海南是被划到了洞窟的范围里面 我们来通过现场的画面和话筒 也能够看到 现在海口户外街头是下起了雨 也刮起了呼呼的大风 实在是非常的寒冷 海南省7号到13号是两股冷空气 接替影响咱们 那前期的这个冷空气是7号到10号 强度比较强 那相信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 主要是以阴天为主 那今天晚上呢 海南的各市线将会达到 这段时间的气温最低点 五指山以北大部地区 都可以达到7度左右 就是中部山区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地区 乡镇是可以达到5度以下 五指山以南部分乡镇 会在10度以下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冷的一个状态 由于是湿冷 所以它的温差不大 白天就是比这个最低温度略高个 两三度 所以最高温度 五指山以北 像今天来说 总体是在一个11到13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五指山以南 大概在就是16到18这个范围里面为主 明天开始叫今天会有温度小幅的回升 但是局地呢 还是会有这样分散性的小雨 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 继续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 那么从10号夜间啊 又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海南 所以呢 11到13号还是会继续维持寒冷的状态 走的是晴冷这样的一个趋势 晴冷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昼夜温差大 就白天有阳光 所以白天的这个温度 相比较我们现在来说 可能要舒适一些 就是会略略回温 12到16这个范围里面都有可能 就是都会出现 然后呢 五指山以南海也要更高一点 就是在最高温度 会在18到22这个范围 最低温度呢 会除了冷平流降温以外 还会有一个晴空辐射降温 就是在晴冷的后面这个阶段 所以后面的最低气温也是相当低的 下到目前我们来看了 也是会出现几乎全岛 是最低温度会在10度以下 海南最近的冷是湿冷 就是因为湿度也比较大 温度比较低 然后体感温度相对就是低一点 是的就是因为那个空气 这种水气比较含量比较高 然后我们要把温度加高的话 就需要提供更多的能量 那由于冬季是各种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 儿童和老人要格外注意 防止像哮喘等等呼吸道疾病 那低温环境呢 是比较容易让病毒存活和传播 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加强防控 低温环境对疫情防控带来的不利影响 多穿衣服天衣保暖 火源方面要注意防寒的工作 防止落花落果 那么海上的船只呢 也要及时地关注天气的情况 及时回港避风 以上呢就是由直播海南记者 黄新竹 陈川辉 在海南省气象台为您发回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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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川辉